现在是还没有到最后的一个胜利时刻 我个人觉得希望大家给这个尊医众位的大环境 能够维系得更久一点 多带一些卫生相关的一些器具 包括自己的一个个人用的卫生用品 睡衣睡裤还有拖鞋 还有就是酒精日产消毒的东西 因为你说民宿嘛我知道了 民宿是你还用不齐你知道吗 你最怕的人家用过的东西 你再访不再用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高 非常要卫生的话 你最好带一些个人自己的睡衣睡裤 自己的个人用具 同时酒精消毒的东西 然后在一起最好不要睡这种大桶铺 我认为大桶铺还是有些风险 最好是两人一间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大桶铺我觉得意义不是太大 现在我们对凡一的策略 我们还是拒绝 大家在非常密集的空间内 把口罩摘下来 这个风险还是有的 但是现在对旅游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中国毕竟大多数地区 90%的地区是没有本土平 所以大家可以去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不采取 非常好的反应的措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